天生准备平安 今天我们要继续 查考马太福音16章最后一段 也就是21到28节 主题是 耶稣预言受难和复活 耶稣预言受难和复活 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神 谢谢你给我生命气息 也能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 思考你的话语 求圣灵这个时候开启 我属灵的眼睛 让我能够明白你的真理 更能让真理改变我的生命 奉耶稣名求 Amen 好 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读 马太福音16章21节 从那个时候起 耶稣才向门徒说明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 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 三天后复活 彼得就拉着他 责备他说 主啊千万不可如此 这是绝不可临到你身上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 撒旦 退到我后边去 你是我的绊脚石 因为你不体会神的心意 而是体会人的意思 于是 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要闪失生命 凡为我闪失生命的 要得着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又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 与他的重死者一起来临 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 有人在没经历死亡以前 必定看见人子来到他的国里 在前一段经文中 耶稣问他的门徒说 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在圣灵的感动下 给了对的答案 他说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在今天这段经文里 耶稣就开始告诉门徒 基督或弥赛亚要成就的事是什么 16章21节说 从那个时候起 耶稣才向门徒说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 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 第三天复活 从那时候起 是什么时候呢 也就是说 以下的话 是耶稣以前没有明确的跟门徒说过的话 到这个时候为止 到这个时候为止 耶稣的侍奉 就是带领门徒 周游加利利各地 传讲天国的福音 一直被人赶出雾鬼 但是这个周游布道的事工 加利利的事工 现在要搞一个段落了 从现在开始 他要有一个新的任务 这也是弥赛亚最重要的任务 这任务是什么呢 16章21节这么讲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 祭司长和文士和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 他这个任务呢 就是要为人类的罪而死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这条为人类的罪而死的路 是怎样走的 第一 他必须去耶路撒冷 因为弥赛亚是要死在耶路撒冷 第二 他说他会遭遇逼迫 他会遭遇到大苦难 而使他受苦的 却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 长老 祭司长 第三 他说最后他会被杀害 然后第四 他说第三天 他会从死里复活 首先你看到 他用了这个字 必须 他说我必须要上耶路撒冷 耶稣明明知道 在耶路撒冷等待他的是十字架的苦难 但是他却走向耶路撒冷 因为他知道 这是拯救世人的弥赛亚必须走的路 耶稣预先告诉门徒 是因为他要门徒心里有一个准备 这样当事情真实的发生时 当他真实的被杀的时候 他们不会彷徨惊患 但是耶稣被杀的时候 门徒还是逃了 那彼得这个时候就责备耶稣 彼得就拉着他责备他说 主啊千万不可如此 这是绝不可临到你的身上 为什么彼得这么讲呢 因为在彼得的心中 彼得是犹太人的君王 是要带领犹太人战胜罗马帝国 成立一个有如大卫时代的强大王国 耶稣所描述的彼得被宗教领袖弃决 甚至被逼迫杀害 不是彼得心目中的彼得 所以他责备耶稣 他刚刚宣认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 现在他就责备永生的儿子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矛盾 耶稣如何回答他 耶稣在16章23节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 撒旦退到我的后边去 你是我的绊脚石 因为你不体会神的心意 而是体会人的心意 我们可以可能认为 耶稣好像用了过度严厉的话 为什么他骂彼得为撒旦 其实这严厉厉的话 不是对彼得说的 而是对背后的撒旦说的 因为彼得受魔鬼的影响 成为魔鬼的工具 说了魔鬼要他说的话 目的是要绊倒耶稣 避过这十字架的路 人的心意常常不是上帝的心意 所以体贴人的心意 就会使人违背上帝的心意 人的心意是要弥撒亚掌权做完 但是上帝的心意 就是要弥撒亚为罪人而死 耶稣对付魔鬼的方法 就是斥责 然后命令魔鬼离开 这也是耶稣教导门徒 对付卧鬼的方法 奉他的名字 斥责这个误鬼 感受这个误鬼 今天也是这样 基督徒可以奉耶稣的名字 斥责误鬼 感受卧鬼 下面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做门徒的这个条件 其实在第四章 之前的马太福音第十章 耶稣曾经说了相似的话 我读给大家听 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七节 爱父母胜过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爱儿女胜过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不背起自己十字架 跟从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这里他说了相似的话 十六章二十四说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然后他加了以下的训词 他说因为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要闪失生命 凡为我闪失生命的 要得着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这里耶稣说了两种的生命 第一种是肉体的生命 第二种是永恒的生命 简明版是这样的翻译 这两节的经文 凡要保全自己 在这世上肉体的生命 而不肯为我牺牲的 将会闪去 闪失永远的生命 凡是为我牺牲自己 在这世上肉体生命的 将会得到永远的生命 人如果闪失了灵魂 就算得到全世界 又有什么用呢 他能用什么 换回自己的灵魂呢 最后一段 几节的经文 耶稣就讲到末日的审判 16章27节说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 与他重视者一起来临 到那时候 他要照个人的行为 报答个人 这里指的是 末日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会按照个人的行为 来审判他们的去处 是天堂还是地狱 这个审判呢 被称为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是记载在 启示录第20章11到15节 基督徒得救不是因为靠行为 而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 偿还了死罪 相信祂的人 名字会出现在生命册里 启示录20章15节这么讲 他说凡名字没有记忆在生命册上的人 就被扔进火湖里 16章28节 耶稣这么讲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 有人在没经历死亡之前 必定看见人子到这里来 这段的经文 这节的经文呢 跟马太风的10章23节相似 这里的这个意思呢 有不同的解释 有的人认为这是指公元70年 耶路撒冷的毁灭 也有人认为这是指 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个事项 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指耶稣复活生天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怎么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 首先 我们看到 耶稣说 这里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He must go to Jerusalem 在路加第九章第五十一节 这么讲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降到 他决定面向耶路撒冷走去 英文版说 Jesus resolutely set up for Jerusalem 另外一个版本说 He steadfastly set his face to go to Jerusalem 耶稣明明知道 在耶路撒冷等待祂的是极大的逼迫和困难 但是他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 面向耶路撒冷 没有退缩 历代以来 神的仆人也是这样 比如带着身 当他知道上帝要派他去中国 就开始准备自己 训练自己 每天只靠面包和水过火 求生伴助们 也有这样的心态 当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 就能从一开始 便下定决心 走向耶路撒冷 第二 我们要看彼得这个人 在前一段经文 彼得是最接触的门徒 他得到特别的启示 并勇敢地宣认 耶稣是基督 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也给了他 极大的赞扬和允许 但是短短的几分钟以后 他却从天上跌到谷底 成为撒旦阻止耶稣的工具 为什么呢 因为他忘记了 是圣灵启示他 使他能够宣认耶稣为基督 不是他自己的本领 他以为是自己的本事 所以当他以自己的见解 来衡量耶稣要受难的预言时 他跌入撒旦的圈套 成为撒旦的工具 说了撒旦要他说的话 彼得的言语 他缺乏意志性 他确定 他缺乏这个稳定性 因为他没有完全依靠上帝 有时他还是依靠自己 依靠自己的见解 依靠自己做事的方式 求神帮助我们 无论事情大小 无论什么时候 都学习依靠神 这样我们的信仰就会更稳定 但是彼得有一个优点 就是当他跌倒 他很快就会爬起来 他没有因为被耶稣责骂 而放弃他的信仰 没有说我回家了 我不做门徒了 我回去打鱼 我们也要这样 在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快速地爬起来 第三 这里讲到两个生命 一个是肉身的生命 一个是永恒的生命 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 我们有两个生命 肉身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 常常肉体生命的要求 跟永恒生命的要求 是相对的 所以体贴肉体的生命 常常会险害 永恒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记住 耶稣的话 耶稣说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要闪失生命 凡为我闪失生命的 要得着生命 我们如何知道 我们所做的事情 是对永恒的生命有益处呢 这就要看 你做的 是不是为耶稣而做 如果你是为了爱耶稣而付出 如果你是为了爱人而付出 你就是在建立永恒的生命 相反的 如果你只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做 这是建立肉体的生命 不是建立永恒的生命 好 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放心 神 有给你一个目标吗 你觉得这个面 你的前面的路 是很艰苦 很艰难的吗 你需要下定决心 走向耶路撒冷 你的信心生活稳定吗 还是起起伏伏 你需要建立 依靠神的习惯 无论事情大小 都完全依靠神 不依靠自己 在每天的生活中 你有没有思考 你是不是在建立永恒的生命 还是你在建立肉体的生命 重点不是你做什么工 而是你做工的动机 和你做工的态度 最后让我们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神 我今天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 把我人生的目标 带到你面前 求你帮助我 那坚定的面向 耶路撒冷 就像耶稣那样 主要我来到你的面前 主要也祈求你 帮助我 让我的信心更加的稳定 不会起起伏伏 帮助我 提醒我 依靠你 在一切的事上 大大小小 都依靠你 因为我知道 当我依靠你的时候 我的生命 我的信仰 我的信心 就会稳固下来 主啊 我也求你帮助我 好好的思考 是我每天的生活 不是为自己建立肉体的生命 而是建立 这永恒的生命 帮助我 将祷告祈求 那是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 请你继续思考 这经文如何 应援在你的生命里 然后求圣灵 对你说话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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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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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